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娛樂集感很久沒說過這麼多娛樂圈的事件 請大家給我LIKE支持我們廣播 唉,有什麼話要說呢? 說說袁詠怡,好惹的 兒子搞得很嚴重 出了千字文道歉 老公又嚴重 自己嚴重不嚴重呢? 他的嚴重都很久了 他很厲害 懶你老公張智琳和兒子相繼惹爭議 走去逛Hermes 心情未受影響 他做得很徹底 請大家給我LIKE 真的徹底 你正常被人罵應該沒什麼心情 有些兒子上次好像微辣那件事 駕車出去見到他們 沒事啊 不是哭到死老豆腐嗎 你看你是不是人來的 就是有些人這樣說的 但我覺得袁詠怡其實做到那種是 超少賣猶人 沙脫爹在人 真的 是不是這樣呢 他有一點點 為何這麼喜歡看袋 你說他沙脫就不是 虛榮又可以形容得貼切些 你老公一早退休 不用搞這種事 看看他等一下什麼事 另外說說的士診 陳偉廷 陳偉廷自爆前兩年怕死 已經寫了遺囑 這麼年輕寫遺囑 你的樣子不像這麼短命 不過人生無常 真是沒有樣子看的 網友心痛說 不肯定經歷過才會這樣 另外又說一說 這個先說 這個 繼本人 之後呢 有兩位前輩呢 被盜用超賬 是呀 就弄一些假新聞 叫網民進行高風險投資 一個是鄧麗欣 一個是原學家 是不是 及原學家租 誰是原學家 待會看看 鄧麗欣 我見到了 原學家之前誰就試過 他先遇 是呀 騙過人 現在製作假新聞 如何製作呢 製作假的香港離一新聞 製作假的TVB新聞 很假的 寫著 所有香港人都吸他的話 震驚了 他現在會折磨 這就是結局 鄧麗欣感到尷尬 另外鄧麗欣被香港銀行起訴 原因是他在直播中發表的言論 神經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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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香港另一 和TVB的位置做得這麼真 你那些說話就不要那麼屎流 這些不是郭富城失去了一切嗎 你真是換湯不換藥 好心用下豬頭腦才行 做賊也要做得聰明一點 這幫人欺騙人 想拖鄧麗欣入水 然後叫人進去看他的新聞 進去就說鄧麗欣教大家 在不夠兩個月時間變百萬富翁 那就糟了 本身億萬富翁 兩個月不夠變百萬富翁 中國還不夠 聲稱用二千元投資 一天賺幾萬元美金 報警拉糕他們 不是說這麼簡單 JPAC都說要這樣 這些我已經報警了 跟你說 那些賊頭 拿我的笑象出來 在Facebook賣廣告 那些連登仔都不錯 挺正義的 都不會說冤枉我的 有些人會說 那些在Facebook賣廣告 騙人 有些連登仔說 假的 這些是假的 我怎會做這些事情 得鬼閒做這些事情 我不是香港 都不做這些事情 說得明白 如果我做這些事情 我會告訴你 叫大家入金 叫自己做閉少爺 我不會 多餘 完全不關我事 這些事情 還有 鄧麗欣也叫做前輩 被人這樣 這些假廣告假新聞 源源不絕 Odew is so exciting 害到人 我們先說一下 袁詠怡先 什麼隻隻聲 是啊 隻身 老公和兒子 現在潛水 他走去逛 Hermes 究竟是他境界高 還是人 真是人沒有什麼就無敵 沒有什麼呢 沒有情緒 沒有情緒 八風吹不動 正所為 人家怎麼說你 我有我生活 你有你口臭 話知你 我不知道你多開心 你有你昂狗 是啊 沒有東西啊 袁詠怡 是啊 怎樣 有人說 在愛馬仕店 看到袁詠怡 是否買很多東西 我那些明星是很喜歡走那些名店 其實我覺得他們很無聊 這是我真心的 袋子有什麼好看呢 其實可能人們覺得我玩公仔也很無聊 你玩公仔幾百元 起碼那隻叫漂亮 有得如何進步 關節又漂亮 顏色又上得漂亮 陰影 肌肉各樣 機械人怎樣砌 喂 那些去什麼袋子 你五十年餘一日而已 你純粹一樣東西而已 虛榮心 背出來貴的 人家覺得你有錢的 虛榮心 你要款的 你要好什麼 隨便去什麼袋子 都有啦 那些運動那些 所以說 人可以去到這樣 我就不知道 這些真的沒什麼意義 但是很多明星都是 因為他們的身份是走那些 我以前做過一些名店的保安 說過很多次 見過什麼明星 數一次給大家聽 汪明荃 周衛敏 關之林 謝賢 和以前的女兒 Coco 那時候 林峰 還有誰呢 都是這些上了年紀 年輕人都沒有 沒有 是啦 玩到差不多的錢 不知道怎樣花 不知道在哪裡花 那這些 你以為他很虛榮 但是其實這些袋子 又有些保值 用得不差 拿出去又是錢 又會升值 又是身份 出鏡 又要讓人知道 要在用這些 我自己本人的價值觀 如果你背過100元的袋子 和你背過100萬的袋子 如果你身價值值1000萬 你背過100元的袋子 或者10元的袋子 我看得起 如果你背過那些很貴的袋子 還要經常換款給別人拍到 以這些為樂 我覺得是 都沒有什麼所謂的 沒有什麼所謂的 你以為我想說什麼 扯好 他買得起 是啊 他買這些 他也不會批評你 為什麼你要買那些 他不是他自己喜歡 那些是個人自由 但是當然 在深層次上 就是 別人整個品牌出來 是批評你那些有錢人的錢 我不要說只是批評有錢人 有些窮人都想揹 死省死底 什麼什麼都要買一個 虛榮心 所有人都有 有些虛榮得起 有些虛榮不起 我覺得余穎的性格 挺 硬正 他也不會哭呼呼呼對著你 他需要對著鏡頭哭呼呼呼 眼淚就不會少 但是他在這些位置 他也不會 一個視弱的弱者 他根本上要這樣 讓人知道 他現在還在看Hermes 就是告訴你 有什麼 是啊 也不影響我的 只是這樣而已 修幸不知道 不知道他有沒有修幸 只要覺得他很硬正 是這些人 這些性格才可以 被人說了幾十年 還是銀納不倒 其實那些 都幾 嗯 不知道他惡惡老公 和對兒子 對著外面都是拍照 他人都幾寬容 是啊 可以了 可以了 你喜歡他就繼續喜歡他 你不喜歡他就不喜歡他 你都沒得說 也不是說五仔說一篇 你會對他變了 不過有人想聽我罵他 我又不會特別罵他 我根本都不太在乎他 哈哈哈哈 是新聞看見他 嗯 有些這樣的事 哦原來是這樣的 對 沒有的 天下本無事 你不要放個心念 可以了 另外又說 陳偉庭 怕死 寫定遺囑 死 不用怕 怕不怕還是要死 不過看看 什麼時候 但是很年輕 那麼快 他寫完反而覺得很輕鬆 寫完遺囑 他曾經在電梯堕落 也飛機發現炸彈 不是那麼恐怖 所以他自爆怕隨時會死 所以寫定平安寺 這樣 那就是 神什麼 其實 給了老母的 但是可能他 寫給慈善機構看看 有沒有那麼好心的 一個節目 他突然問大家 你們怕不怕死 大家的答案是怕 他坦然自己都好怕 越來越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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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現在寫完遺囑之後 越來越不怕 不怕都是怕 我覺得 如果你問我怕不怕死 我會說 怕也要死 怕不怕 不會想 人都不知道多少歲命 我當你80歲命 你現在可能才得二三十歲 你現在怕 怕到什麼時候 79歲才是怕 是不是 你無謂的 這個預先怕了 那有什麼好怕 你怕不怕睡覺 睡覺也可以不醒 這些事情 沒得怕 總之出街過馬路看車就可以了 乘飛機那些管不了 管不了怕 為什麼 他就說 突然間可能會有病 你覺得不行 或者你身邊童年的朋友 有些遭遇 死了 那就問 如果自己怎麼辦 哦 所以我覺得 稀講的東西很適合 鬥功德 沒什麼好鬥 鬥功德 對 那怎麼辦 平時做多些好事 令自己少些恐懼 就算搞定了 也有些可能是好的因果 我認為是這樣的 嗯 他說 上年前年 他怕死到一個地步 覺得自己是隨時會死的 然後死了又怎樣 一直問這個問題 有一次鼓起勇氣 立了一個遺囑 嘩 嘩 悲觀 你 很害怕 很害怕 隨時會死 沒得怎樣 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 不用怕 沒什麼跟美 現在的事情 都是給老母 通常都是 結婚就給老婆 未結婚就給老母 那些嘉賓聽到我這樣說 都很害怕 立即停了說笑 他說 他很神奇 他寫完遺囑之後 就不怕死了 他說 我寫完之後 我會覺得很輕鬆 發覺 為什麼突然不害怕 是因為 原來我想 天要拿走你的東西 我控制不了 我控制 在我離開的時候 我身邊的人 他們有什麼 如果過得很好的話 我放心 他人都很利他主義 對 OK 原來他說 不怕不怕 就是他怕他身邊的人 得不到一些 他分配出來的東西 可能 給遺產稅 或者怎樣 遺產怎樣 他分配出去 對 猜不到 但是為什麼他會有這個想法 但是我覺得 沒有利益的 這些想法 你怕不怕 你想不想都要發生 你想想了 你就先害怕 還有一樣東西 吸引力法則 越怕越重 是啊 真的 不是開玩笑 你招會回來的 有些事情 不要 不要這樣 他就爆發 他試過電梯突然急墮 以及飛機有炸彈 是啊 最恐怖的是飛機裡有炸彈那次 他說那次 我覺得我沒有了 幸好是一場誤會 他是沒事的 他說這樣 急墮了幾恐怖 唉 人都很脆弱的 不用說到電梯墮 你只要你去到一個國家 你不熟悉那些馬路 按摩摩摩走出去 別人行車的地方 你的眼睛看著 那些車不是來的那邊 你的緣份一到就沒有了 就是這樣 不用想到 哇 很特別 有炸彈爆炸 地震跌到坑 最容易死的 每一天 每一天就是車 每一天都是 所以大家要非常非常了解 你當時處於什麼環境 要不然就 說什麼都沒用 我今天看到有一宗新聞 說那女孩 在大車轉彎的時候夾住了 被大車夾住了 我就很害怕那些位置 我看很多新聞 我小時候就知道 那些大車轉彎 她的頭過了 她的身壓過來 夾死了很多人 有些人不認識 說真的被她夾一次 你認識了 你認識的時候 都已經沒有了氣息 你說很後悔 你問為什麼會這樣 那時候已經是死了 好像踩死了一隻蟻 然後車就這樣夾死你 那新聞那個好像沒有死 但是說那個女人是很痛苦在喊 很辛苦 被車這樣壓過來 那些人不知道 轉彎的位置 真的不知道 你以為車頭撞你 不是的 那些90度轉彎的 那些人 你踩到那個位置 頭過了 沒有撞到你 那個車身壓過來 說那個女人 在那個欄的位置這樣夾死 我之前說的新聞也說過一件事 就是那個 又是那個女人 她不認識的 車子這樣夾過來 她還退入一點 再夾得緊一點 夾著幾個小時 出不來 她怎麼死 就死 壓到骨頭不能起 那些人 那些 一部機器 你想想 一個人走 叫你背多一個人 你都走不動 一個車 背十個人 都飛到百多公里 力大得多厲害 拿你命 要拿你命 不是飛機 飛機反而意外 是絕無僅有 我講新聞講到現在一年 都可能發生了一單半單 全世界天天 只在香港幾百班航班 天天飛 那個死亡率很低的飛機 最高的電單車 接著又過馬路 這兩個 墮電梯那些都沒聽過 在香港墮電梯香了 沒有 講幾段新聞都沒有 但是有些都很神奇 譬如有個九十幾歲的婆婆 突然走出街 平時走出街 在大廈外面地嵌 跌到一個洞裡 跌死 我聽過一次 講新聞的時候 所以真是生死有命 富貴猶天 不用怕 不能怕 講到這裡先 做多些好事 大家 吃一下齋 捐一下錢 可以的 講到這裡先 下次再聊 拜拜